司长 各位政府同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正如司长所言 政府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和香港的关系 所以成立了一个高层次的督道委员会 涉及13个政策局 即是13个局长 和相关的关系 部门的代表 一起从一个库的角度 和加深的深度 去筹谋制定香港更长远 更有深度的气候变化策略 今天希望是集思讲益 听到大家的意见 可以在我们未来的几个月 能够消化大家的意见 和部门相关的一个投入 是在大约今年年底 是能够我们将这个报告交给司长 是可以令到我们香港更加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 今天我想用小时间讲讲气候变化 香港相关的行动和巴黎协定 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 今天想用这个六点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气候变化的重点 我们要基于一个地球生活的原则 我们要理解巴黎协定 好像刚才司长讲的 如何维持在相比工业化前 升温不超过两度 这个进取的目标 更加希望能够不超过1.5度 另外气候变化 除了减碳以外 是要有一个适应 和应变 英文就是mitigation adaptation 和resilience 以香港作为一个城市 而如果要是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减碳折能 当中有四个重点 就是在结淨的能源 绿色建筑和折能 第三是环保的运输 第四是减费 以至转费为能 而当中我们看到 香港的建筑物用电 是香港的最重心 要关注的地方 因为建筑物 佔了我们香港用电的九成 碳排放是六成 所以正正我们是跟进 我们的香港都市 一能蓝图 定出一个4T的一个方略 政府 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团体 希望能够 是一起拥抱4T的行动 另外 好像司长所言 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我们现在香港 都有一个2020的减碳的目标 目标是将现在 平均香港人 大约是每年六吨的碳排放 到2020 是减到大约五吨左右 减幅是大约两成 这个相比于北欧 以至是美国等等的城市的减幅 是不枉多样的 但最重要的是 怎样是呼应巴黎协定 这个进取的目标 是更加推展 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 好像司长所言 这个是有危 有机 是怎样去掌握 我们 因应今次 我们 一个加强的 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计算了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 是代表一个地球 怎样去回应 气候变化 这个挑战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气候变化 对我们影响 今天天文台台长在此 外面有他们的巡回展览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 已经是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最近前几天 台长说 是近半世纪 最热的七月的一天 早前 有极寒 上年 连续破了很多的 耗热的记录 大雨大水等等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这个超越一个地球 的碳排放 是一个影响我们 以至未来的一个生活 巴黎协定给了一个 全世界 包括香港 一个反思的机会 一个清晰的目标 就说 一百九十多个国家 包括相关的地方 包括香港 怎样 是可以 共同努力 由现在 是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去到大约是 这个世纪中 维持这个整体的升幅 不超过两度C 巴黎协定 当中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四个重点 第一 就是说 发展中的地方 尽快 将他们的碳排放 达到一个峰值 一个peak 跟着就减下去 第二 就是说 不同的地方 都要是自主 去定一个目标 一个减碳的目标 而且是要每五年 一检 透过高透明度的机制 去逐步减少整体全球的碳排放 目标 是去到这个世纪中 2050 跟着之后 整体来说 是达至一个气候中和的一个地步 这个气候中和是怎么去理解呢 一些外地的城市 例如德国的柏林 他们计算地球的人口 以至地球的碳的一个吸纳的能力 他们计算出 如果去到世纪中 人均每年是大约2吨的碳排放 这个就是接近一个碳中和的一个地步 现在香港人均每年是6吨 最新的数字是6.2吨 怎样能够逐步向这个意志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是一定是一个清晰的目标 巴黎协定也都说出了 要政府、民间、机构、商业 一起去应对 才能够有机会 接近这个高挑战的目标 而应对后变化有三方面 除了这个减缓 就是减碳方面 适应和应变 都是大家同时要兼顾的 我们去参与巴黎气候大会之前 都公布了香港第一份的 《香港气候变化报告》2015 概括了政府和民间主要 在这三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这份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大家可以下载 可以去看 这份文件都是深入显出 也包括了很多年轻人的意见 是一份值得推介的文件 我想在这里说多一点 適应和应变方面 適应的意思是 就算我们现在很努力去减碳 我们现在以至可见的未来 都会受到气候变化 引致极端端端气 等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需要加以适应 適时地生活 这个是有不同的例子的 例如说在基建设计方面 我们要了解 未来的海水的升幅 以至是我们城市的一个温度的上升 暴雨等等 如何能够设计我们的基建建筑 能够令到我们适应 这些气候变化引致极端的地方 同时气候变化会影响我们的生态 工商业 金融 能源供应 甚至是食物 以至大家的公共健康 以至水资源 所以多方面我们都要多些理解 和微与筹谋 应变方面的意思是 就算我们怎样去优化 我们的基建建筑物 城市等等 大家明白 所谓八年一遇 五十年一遇等等 这些极端的天气 是可以更加频繁 亦都可以更加极端 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 是居安施危 的一个理念 是加强相关的应变 包括保安局 包括教育局 包括民政局等等 都要了解这些的 例如水灾 海水的升幅等等 对某些低瓦地方的社区的影响等等 都是要能够有一个应变 以及与时并进的安排 往后我会讲多一点 是减碳 减缓方面 在香港作为一个城市 要低碳转型当中有四个重点 是结症的能源 折能的建筑和折能的运作 低碳的运输出行 第四就是减碳和转化为能 根据数字 我们香港的 发电佔了我们的碳排放 大约三分之二 所以看到是个重心 我们正是减少燃煤 增加清洁能源的比例 甚至是增加分布式的可在生能源 在建筑物方面 曾经都讲了 我们的建筑物 佔了我们的用电量九成 即是碳排放大约六成 所以如何是透过建筑物 绿色建筑的设计 建造 以至大家是在一个 营运上 如何省电 是个重点 我来做一些宣传 叫大家做省神 希望大家在运作上 减少浪费电力 第三方面就是低碳出行 运输佔了我们现在的碳排放 大约是百年之十七 但是随着我们 用更加多的清洁能源 大家会预计 运输方面佔的碳排 是会比例上 会很快增加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 如何去减碳的一个重点 第四方面就是 减费和转费为能 这方面佔了我们现在的碳排放 大约是百分之五至六 左右 所以这四个是我们 要本地减碳的重点 另外我们看到建筑物 是一个我们要聚焦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4T的行动 意思是我们是体验 我们香港都市折能蓝图 2015至2025家 当中定的目标 这份蓝图是我们香港第一份 相关的蓝图 涵盖了建筑物和交通相关的耗能 定了一个比APEC 太契合组织更加进取的能源强度 减的目标 是以2015 2025年作为一个目标 减这个四成的强度 新建筑 政府会以身作质 包括公共的房屋 政府的建筑物 都会达至绿色建筑 第二高 金级以至白金水平 当然了 现有建筑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政府以身作质 在过去两个五年 定下了一个清晰的时间表 目标 省电的一个做法 我们都公布了未来五年 再在五年内 再减多百分之五 就是前前后后 我们政府今天 是差不多减了百分之二十的耗电 同时间 我们是现在联系中 半官方的机构 以至是大的发展商 大家希望一起拥抱这个4T的行动 希望在香港大型的建筑物 大家一起 订立一个清楚的timeline 时间表 一个减碳 省电的目标 target 透过一个相对透明的一个平台 一个高的transparency 一起 能够透过建筑物 是省电的 刚才说我们的气候变化 不是一个全新的工作 我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目标 去到2020年 达至我们的碳强度 减五至六成 这个目标 以一个静值来说 是将现在大约平均每人每年六吨左右 减到五吨 减幅 大约两成甚至以上 这个比起很多城市 很多国家来说 是精彩的 但是我想说的 未来的挑战更加大 因为相对容易的招数 已经在用或是在做 未来更加高的挑战 所以今天我们会透过不同的分享 有政府同事 有民间的组织 透过日常生活 以至于医食住行 以至金融 創新 科技 教育 研究等等 多方面大家 去集思港益 希望令到香港 更加进取的气候蓝图 得以丰富 这张图 是说出 我们要达止目标 我们希望 是要将2020年 大家将来 五吨人均每年的碳排放 透过多年的努力 希望达至 这个二字 二字代表是 我们达至 巴黎协定 两度C 和气候中和 人均每年两度 这个目标 由五变二 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需要很多的 英文说 叫transformative 一个创新 和深化 和转型 大的力度 才可以达置 最后想说 其实香港 作为一个低碳城市转型 是有一个不错的基础 简单说 香港是一个紧臭型的城市 比如说 在公共交通 是一个好的基础 我们人均在交通上 用的能源 相对是低的 我们可以持之以行 是深化这方面 公共交通 以至是一个 暴行城市的一个基础 同时间在小区方面 例如这个啟德 我们有一个 城市的规划 从一个结合 一个都市 气候的环境图 令到它的 汤峰狼 陆化 是一个好的基础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 低碳的城市 以至是一个 城市怎么适应 气候变化 極低天气 都是一个好的基础 这里 应该结合了 我们香港第一个的 区域公冷 这里 只有三个好处 第一 它的能源效益高 第二 它是能够减少 个别建筑物的冷气 的排放 减缓 而倒效应 第三 令到个别的建筑物 都有更加多的天台空间 可以结合绿化 以至可在新的能源 所以是一举多得的 同时间 相关部门 都在研究这个智慧城市 怎样可以 令到这个小区 做一个更加好的典范 在建筑物层面 香港 比如在九龙湾 都有一个灵炭建筑 这个是 欢迎大家 去团体 去申请 去参观 学生 公众 都可以受欢迎的 这个 是一个 好的示范 在一个高密度 香港 的气候 如何 可以做到一个灵炭 意思就是 它产生的能源 比它日常用的能源 至少可以中和 甚至更加多 大家看到 它屋顶有 大量的太阳能板 但是 这个太阳能板 只是给它日常 三分一左右的能源 更加多的能源 是透过地牢 有一个 生物柴油的 三联工的系统 发电 工冷 和抽湿 所以大家要理解 这些所谓 renewable energy 所以生能源 有些是 可以是 见到的 有些是见不到的 两者都是同样重要 另外 除了硬件之外 其实是软硬兼施的 比如这些学校 是2013年 拿了 国际组织 全球最绿学校的大奖 当年 只有两个学校 是拿一个大奖 一间 就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地方 在非洲地方 在发达地方 拿一个大奖 就是香港 这里的学校 那个我去参观 有经验很好的 校长 老师 同学 大家在这个 省电减费方面 是做到很好的一个成效 那天 带我去参观 就有一个叫 首席环保风景队长 还有一个 做理首席环保风景队长 他们两个介绍 我怎么去学校 哲能和减肺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欢迎 教育界多些去理解 一起 是推动这个 哲能减限的 除了技术方面 擅重这个科技 是重要的 这里想介绍一下 刚刚是在 最近 开放给公众参观的 一个转费为能的设施 这个都是一个 renewable energy 一个再生能源来的 它是将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每日是差不多1000至1200吨 本来是拿去堆填区的 现在在这里 变成了燃料 是转快为能 自吸自足之外 还可以有多余的电力 是上网 是一个城市的再生能源 同时间 有社区设施 欢迎大家 上网去登记 去参观 有一个水寮池 一个spa 是能够给大家体验 这个再生能源 怎样可以暖水工业 是给大家感受到 这个清洁的能源 最后想说的就是说 除了这些硬件 软件 疑风逆族 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环境局 都希望透过一个新的思维 将大浪鬼化身做坑神 希望透过一个轻松的方法 鼓励大家 是家居 学校 以至是家居 办公室 是增加大家的 智能的意识 我们都和这个基电处一齐 在上年 做了一个专业 一个的网站 是叫做全民智能 欢迎是大家不同的团体 有相关的活动呢 都是透过我们的同事呢 是摆上去 大家一起呢 是分享智能的行动和活动 最后了 就是我们都透过一个善用 这个社交网络的平台 包括了大浪鬼的Facebook 都是以这个气候变化为主题 他有三万三千个粉丝了 刚才看到台长 天文台长 都是他的粉丝 大家希望呢 透过一个轻松 年轻的手法 大家认识多些 什么气候变化的危和机 是怎样可以采取行动 今天呢 我很期待听 各位朋友再分享 衣食住行金融等等 各方面 怎样能够是迎接 我们这个气候变化的行动 但我希望大家记住 我们为了科学发展 我们要理解 一个地球的生活原则 理解巴黎协定 两道斯这个挑战 气候行动有三个范畴 都要大家同时间兼顾 要减碳 有四个低碳转型的重点 也欢迎不同的机构 大家拥抱这个4D的行动 如果需要了解多些的话 可以找Christine 或者我们环境局的同事 大家一起 建筑物是 省电折能的 2020的目标 我们应该是 顺利达置 当然当中都有挑战 希望大家日常生活 是帮手 是省电折能 但我们更加希望 在8月20日之前 收集大家的意见 大家一起建议 右边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计 转发 打赏